在北京二七厂小区一处居民楼旁的简陆车棚内 隐藏着一个颇具工业风的健身房 它就是由老年群体组成的二七健身俱乐部 6月1日 中心设计者来到二七健身俱乐部 用镜头记录下健身房里老人们锻炼的场景 在健身房100多平米的屋子摆满了健身器械 而其中杠铃 哑铃 支架等等 大多数是用工厂编脚料自制的 我们厂是出机车的嘛 玩有下脚料 下脚料都堆在那 我们就是推个小车找去 它量好尺寸 我们就拉回来来自己做 我们工厂呢 什么都前工 电工 卯工 断工都有 完这期间就开始做 照猫画骨就画图纸 卧推架 什么这个三成这架高位低拉架都是自己做的 63岁的徐伟曾经是二七厂的前工 现在成了这间健身房的管理员 从1984年二七健身俱乐部成立起 他一路见证了健身房的变迁 他们都比较执着 也比较对这个落铁也比较有耐心 就是从年轻嘛 就一直练得老 原来我们这个健身房呢 在工厂里头 这个二七取厂 03年改造嘛 完了搬出来 前头之前都是工人嘛 完了下班 曾经结合的 从那时到现在就得上千人了 如今 二七健身俱乐部聚集了许多热爱撸铁的人们 他们绝大多数是附近工厂的退休职工 其中六十多岁的老人占到多数 最年长的已经八十多岁 我现在也很好 我现在不感觉到我这个年龄 因为锻炼以后的话呢 身体强壮了 精神状态好了 从我内心里头 我不感觉到我现在八十多岁的人 没有这个概念 精神状态好了以后 晚年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生活的质量就高了 八十三岁的杨洪曾是健身房里的最年长者 对于他而言 退休之后的二十多年里 每天来健身房锻炼身体已经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七十岁的高厂友是原二七厂医院骨科大夫 现在在工厂附近的一家养老机构工作 闲暇时 高厂友会脱下白大褂来健身房锻炼身体 与此同时 他也成了现场的医学顾问 锻炼身体的闲暇时光 人们也会聚在一起交流下健身经验 或是聊些家常 在这个灯光略显昏暗 器材有些简陋的健身房 老人们借由健身这个共同爱好 也将几十年的交情一直延续下来 健身到不能走了 来不了了 那没办法 也得坚持 坚持 小伙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